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台车非常的有逼格 乍一看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其实它就是国产唯一的四缸街车 黄龙的TNT600 帅得不要不要的,还认识吗 这辆车的车身很多部件都被改装过 原来的尾部双出排气被改成了A2带电控阀门的全段排气 尤其是车头,整了一个川级大猛车的车头 准确的说应该是N19的头灯,便宜啊 还别说换上了贼迁的头灯,十分的凶悍 这辆车的车主在买它一个月后 黄龙便发布了新款的TNT600 懊恼不已的它由此开启了改装之路 换了前检阵,加了挡线,改了刹车牛角等等 我这边,我这边,我这边 妈都是导演 妈都是新年,开外不是后检 看你屋里也没懂 我想比公子,我现在要给我发货 参加货帆 确实看,你怎么发货 假的,你怎么发货 你怎么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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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发货 这个是反封米克里的米克 来试试一下这个黄龙Z600 这个反门现在是开还是关呢 关注呢 人家我又嫌不住了 我又嫌不住了 我又嫌不住了 后面的老汉一直 这个丝钢声音真的非常好听 现在把这个反门给它打开 这个声音真的是太吵了 我带着头盔 两个耳朵都拨疯的直响 太吵了太吵了 现在我把排气反卖关掉了 现在稍微好一点 就说了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辆车的前身就是黄龙的TNT600 车就买回来之后做了很多改装 这是老款的没有挡险 后来加了一个挡险 然后换了一个Z1000的车头 非常的帅气 然后改了一个全端的AR排气 带那个电控的那个AR排气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 也换了钱减证 反正这辆车大大收了 已经改了不少东西了 乐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